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马克尧 朱桓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 第一章 公元前后亚欧大陆民族大欠写 第一节 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形成 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出现 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远古时代 人类主要以采集果实和猎取动物满足生和果的需求 距今约一万年前 当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之际 人类开始由食物的采集者和猎取者演进为食物的生产者 这时的食物生产无非两条途径 由采集进而种植果物开始农耕 由狩猎进而巡养动物开始游牧 生活在亚欧大陆及其附近诸导的各果物为牧为农 主要取决于客观的物质环境 从亚洲东端 日本 朝鲜 经中国的黄河 长江流域 东南亚 南亚 到西亚和小亚西亚 再连接东南欧 东欧 中欧 西欧和隔海相望的玻璃颠倒 气候温润 移于种植 形成一条长湖形的农耕世界 在农耕世界的北方 横更一条水草丰满的草原地带 东起西伯利亚 蒙古草原 京中亚西亚 离海 咸海和高加索 直至欧洲黑海北岸和卡尔巴迁山路 适合于四样牲畜 形成一个大体于农耕世界 南北平行的游牧世界 在公元前后数百年间 亚欧大陆农耕诸国与其北方游牧诸族两相对应 自东往西分布如下 亚洲东部的农耕地区主要是汉代中国 其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 胡人 东北有乌环 显卑 东胡 西北有枪 月枝 乌孙等 在中亚 南亚农耕国家主要有卫霜和印度 其北游牧各族有康居 大腕 大月枝等 建议从事农耕 在西亚 南有帕提亚帝国 中国史书称安西 其北有马萨格泰和阿兰等游牧民族 在欧洲 南部农耕地带为东西罗马帝国 其北东欧草原地带则为斯基泰和萨尔玛特等游牧民族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邻近各国各族之间 不断发生接触和交往 和平时期是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暴力冲突时期则是土地与财富的掠夺 两个世界的互相交往和渗透 一般的说 南部的农耕世界 在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 比北方游牧世界先进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 东方的汉帝国 西方的罗马帝国 在这两大帝国中间的贵双帝国和帕提亚 安西帝国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 显然都比北方游牧民族先进得多 农耕世界久已广泛使用铁制工具 耕种面积不断扩展 手工业如纺织 金属演练和金属加工 制陶和造船等 也分别在上述诸国有了比较多出的成就 总的来说 这些文明古国都是经济和文化比较先进 国家和社会组织比较完备的地区 北方游牧世界著名族的情况则不同 或处于原始的闭塞状态 或刚刚进入阶级实惠 他们的主要生产部门是畜牧 即偶有监视农耕 但其全部经济中也不占重要地位 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 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比 大都靠从农耕世界取得 两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如此的阶段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活动范围和影响都 愈来愈扩大 由于生产发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 各地区内部和各地区之间的交换和交往也逐渐发展起来 由近几远 由偶然的 渐发的到经常的 必须的 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 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形成 带有某种自发的分工工部的性质 彼此产品的交换和交流 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所必须 和平相处和友好往来是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 南方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输入北方 随之农耕世界的思想文化 生活方式 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也传到游牧世界 东西各大帝国有时还沿边缘地带建立据点或制所 游牧世界的牲畜 皮革 毛类 乳肉制品 以及战马 乐舞等经常输入南部农耕世界 这对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两个世界的关系并非总是和平友好的 互相抵对 暴力 劫掠 彼此侵略和征服也时有发生 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 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 蔑视周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 称之为蛮敌戎敌 或蛮族野蛮人 文明大国一旦富强 每以绥靖边疆为由 以武力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 或是藩属或俯其名为同盟者 征收共赴 实行长期统治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也常伺机入侵 掳获财物 俘虏人口 一致焚毁城池 土露生林 这在东西方历史上都不乏其力 而这类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 往往在两个世界各民族之间 引发广泛的 经久不断的战争 两个世界之间 在和平时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是一种接触和交往的方式 在战争时期通过暴力冲突和战争 则是另一种接触和交往的方式 人员往来寓意频繁 物品交换和文化技术传播也寓意增多 游牧民族入侵农耕世界 往往以暴力 无走 能工巧匠 为他们制造必要的产品 从而在游牧世界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平与暴力不断交错出现的结果 是两个世界之间闭塞的突破 人类文明地区的扩大 秦汉帝国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侵略 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 欧非广大地区的征服都导致这样的结果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入侵 以及入侵后新的统治王朝的建立 也导致相似的结果 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马萨格泰游牧部落联盟之一 之一支帕勒达伊人达赫人 由北方侵入帕迪亚 与伊朗高原操伊朗语的一直居民相结合 在公元前247年推翻了 亚历山大部将赛留古王朝的统治 建立起庞大的帕迪亚安息帝国 帕迪亚帝国建立后的发展 无疑有游牧民族的贡献 公元一世纪中叶 大跃之人贵双部在中亚建国 攻灭大厦联合图火罗人 形成庞大的贵双帝国 首都由索格迪亚 纳迁至布鲁沙布罗 经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这个帝国的版图 北起花辣子沃 南抵印度半岛的文迪亚山 这是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 并定居以后建立的 具有高度经济文化的文明古国 四世纪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五国十六国 也是游牧民族赞同 跟世界建立的国家 亚欧大陆上两个世界之间 既互相交往又彼此渗透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 打破了闭塞 促进不同民族的文明的融合 好 今天我们第一节读完 明天读第二节 亚洲民族大迁徙及其后果 欢迎您继续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